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赛亚书二十一章的十一到十二节 以赛亚书二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 十一节 论杜玛的末世 有人声从昔耳呼问我说 守望的啊 夜里如何 守望的啊 夜里如何 守望的说 早晨将到 黑夜也来 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 可以回头再来 这一段经文是论杜玛的末世 那杜玛是什么呢 杜玛是在以东的地方 基本上是指以东这个范围 那以赛亚书他在这几章前后这几章 其实是在预言神借着以赛亚先知 来预言列国将来的会发生的事情 那整个以赛亚书其实它的主轴是要来讲 救赎 从人的罪 人因为骄傲 以至于 违背神的心意 有了罪 那这个罪要怎么样 罪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以赛亚书的第一个段落 就来说明人在罪中的状况 那到中段呢 在这个前后这几段 就来 借着以赛亚先知 来说明这个罪造成的结果 以至于列国 这个普世的这些现象有哪些 那所以呢 在11到12节这里 讲到的是以东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章 会去讲 推罗 巴比伦 亚述 各个国家 其实是要去讲整个人类 人间的各种现象 因为罪而产生的现象 以及这些罪所带来的痛苦 那还有包括神 对这些罪所要来施的审判与刑罚 那到以赛亚书的后半段 神不是只是要来刑罚 神更重要的是要他 他要来带来拯救 救赎的盼望 所以以赛亚书的后半段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救恩的盼望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论杜玛的末世 这里有人的声音从西尔呼问我说 这个西尔也是以东的另一个别名 因为他们有一座山叫西尔山 所以就用这个西尔来换一个方法来说 有人从以东这里问问题 问说守望的夜里如何 守望的夜里如何 因为这些人他们在黑夜当中觉得非常的漫长 到底白昼光明什么时候会来临呢 那这个在夜里守望的人他看得很清楚 他就回答 这个夜里会怎么样呢 夜里有一天早晨会到 但是呢黑夜还是会再来 你们如果要问就再问吧 你们还可以再回来问的 但是这个循环不会停止 神在说什么事情呢 就是人在罪中遭遇苦难刑罚 在接受这个罪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时候 其实是会很希望光明赶快来到 这个黑暗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改变的那一刻 然后呢会想说 当光明来了以后 我就再也不会遇到这些事情 但是神在这里借着这个比喻来说 如果人的生命不真正发生改变 那只是不断的循环 这一次的黑夜过去 这一次有白昼来 好像暂时得到了喘息 但是如果生命没有真的发生改变 没有把罪的问题解决 或者真正改变我们在最终的生活模式的话 那你还可以再来问啊 你的黑夜还会再来的 你不会脱离这个循环的 那所以这个是这两节要讲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两节的时候 我们要想的是 我是哪一种人 在这两节里面有两个人啊 一个是问问题的 在黑暗中困在那个困境里面 很痛苦的人 另一个是跳脱出来 站在高处能够去判断 能够去回答 能够看见 这个问题的癥结在哪里的 那个守望者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不要是那个困在黑暗当中 觉得非常绝望的那个人 那这里告诉我们的办法是 我们要成为那个守望者 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并不会一直都是 看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的 我们大概在看别人的事情的时候 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但是当我们自己的生命 发生一些 很难以承受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大概会像这个在黑暗当中的人 一直问到底这个痛苦什么时候会结束 到底白昼什么时候会来临 这些事情包括我们很有可能 像做父母的 如果遇到孩子 有让我们很烦恼的事情 很担心的事情 那我们大概就会陷在这个黑夜里面很久 那又或者我们可能在某些 比如说人际关系不好 或者说跟这个环境格格不入的时候 我们也很可能会很希望 这个环境发生改变 到底我还要在这样的处境多久 那又或者我们背负着某些重责大任 可能是一些照顾责任 或者是圣工的责任 又或者是其他某些 我们觉得扛起来很辛苦的事情 那我们也很可能会像这个 在黑暗当中问到底还要多久的人 但是呢 当我们在看这两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想 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跳脱那个角色 而成为那个在黑暗当中 看得很清楚的守望的那个人 那我们现在来想 这个守望者他到底是要做什么 来做这个守望的工作 他到底要守望的是什么东西 当我们每次讲守望者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想 那他可能就是像这个以西结书 我们很常看这个 就是牧者嘛 你就是要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然后看到有什么危险就要喊 这个是我们大概很常 可以直接联想到的一个守望者的工作 还有他要守望的对象 就是别人嘛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来看 在以赛亚书21章11、12节 这个守望者这个字 其实他在圣经里很常出现 但是不太常翻作守望 他更常被翻作的字叫做看守 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15到17节 我们先看第15节 创世纪第二章15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第一个被神设立的守望者 是亚当 神把他设立在伊甸园里 使他修理看守 使他守望 那到底这个伊甸园要做什么 要修理要守望呢 是有那个什么篱笆会坏掉 所以要修理 然后这个树倒了 或者是长太长要去修剪 然后会有飞禽猛兽 会来咬绵羊 所以要看守吗 不是吧 因为神在那个时候 让这个伊甸园已经非常的美好 那时候也没有下雨 没有台风 因为那个环境当中 一切都是非常和谐 所以那时候没有下雨的 在挪亚之后才下雨的 那时候的羔羊跟狮子 也可以很平安 因为从这个伊赛亚书 我们就知道 在神的圣山上 没有罪的环境当中 是没有互相伤害的事情 所以蛇跟小婴儿 也可以玩在一起 那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 亚当要修理什么 看守什么 这个修理 其实他 如果我们看原来原文的字 然后再去看他在其他 圣经出 就是出现这个字的地方 会知道原来这个修理 他是侍奉 服侍的意思 也就是神设立亚当 要让他在这个伊甸园当中 服侍神 看守这个字 他其实就是 要来看守下面的事情 看守什么呢 看16到17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在交代他 要来服侍 要来看守之后 说了一个吩咐 就是 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不然吃的那个日子 你必定死 那其他的你都可以吃 也就是神给了他一个约 一个神和他 神和人之间的约 要你来看守这个约 所以今天神创造我们人之后 给了我们人 或者说他所 在他伊甸园当中里面的人 一个责任 就是看守与他的约 那如果再把这个看守这个字 用成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守望这个字 那我们就知道 其实神设立我们 在他的伊甸园里面 教会就是神的伊甸园了 神拣选我们 设立我们 在他的伊甸园里面 第一个要我们守望的是什么 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神之间的约 在我们想说要去守望别人 提醒别人之前 其实我们要先确保自己 跟神之间的约 我有看守好 我有守望好 这是神给我第一个工作 也是他拣选我的目的 那这个看守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看守呢 如果我们 有兴趣 用REMA 之前也有和一些弟兄姐妹 在一些课上面 有分享过REMA的使用方法 那我们就可以去看 这个看守这个字 它在其他经文里面出现 有什么样的用法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比如在第二章 不是第三章 第三章的24节 创世纪第三章24节 这个看守是什么样的看守呢 就是神设立基督伯 去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那个把守就是看守 那所以这个把守 我们就可以想得很具体了 因为有罪的人 不再能够来接近这个生命树 所以这个把守必须要很严密的 很严谨的去把守 就好像我们的警卫 没有关系的人 没有得到许可的人 是不能进来 然后他会每一个都很详细的去 去确认你的身份 那个把守就是会 一个都不会让 无关的人 一个都不会让他流进来 那还有另一个 当大卫在旷野里面 帮拿伯 看守他的一切所有的时候 他就说 我为你看守一切所有的 以致 一样也不失落 那个看守也是这个字 所以当我们在 替别人看守东西的时候 也是会很小心 一样都不能够不见 然后我们会非常的 警醒 一刻都不松懈 这样的看守 还有当大卫 他偷偷的去扫罗的头旁边 就是神让他们都很沉睡 然后大卫就到扫罗的头旁边 拿了他的水瓶跟枪 回来之后 到对面的山头 大声的喊 亚尼尔啊 你们这真是该死啊 因为你们没有保护 你们的主 就是神的受告者 那那个保护 也是看守这个字 所以这个看守 他也包含着 很谨慎的去保护 像保护王那样子的保护 那样用生命去保护 那样的看守 所以现在再回到 神交付给我们的 这个看守的任务 神要我们去看守他的约 就是要我们非常的谨慎 谨醒 用我们的生命 一刻都不松懈的 一样都不失落的 来看守与神之间的约定 那这个是 神设立我们做 他的守望者的第一个工作 那我们发现 亚当他有没有扮演好 这个守望者的工作呢 这个角色呢 没有 因为他马上 他就失落了 这一个与神之间的约 我们再来看 创世纪的第六章 创世纪的第六章 当亚当他失落了 就是他 让他这个守望者的工作 失败了之后 神的那条道路 那一条通往生命树的道路 就被罪所阻隔 神就交付 基督伯来把守这个道路 那我们看第六 创世纪第六章的十二节 神观看世界 见世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 都败坏了行为 那其实这个行为 它是道路的意思 这个世上的道路 全部都败坏了 都被罪 被人给败坏了 那条唯一好的路 是通往生命树的路 那是神的道路 神先交给基督伯来把守 我们再看到创世纪十二章 创世纪十七章 十七章的第九到第十节 创世纪的十七章 九到十二节 那一个被失落的神的约 就是神本来设立守望者 要来守守望 要来看守的那个约 现在神借着 这个敬畏神的亚伯拉罕 交给他了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七章 第九节开始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后裔 必世世代代 遵守我的约 遵守这个字 他原来的那个原文 就是看守 就是守望 所以这一个被亚当给 弄失败的守望的工作 这个看守的工作 神现在借着亚伯拉罕 又重新的在兴起 现在神与亚伯拉罕 再次的立约 并且亚伯拉罕 要借着什么样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 能够看守好这个约呢 在亚当的时候 神就跟他讲 你要看守好这个约 亚当就很快的就失败了 所以现在神教导亚伯拉罕 要怎么样具体的 可以来看守好这个约 那这个方法 也是给我们今天的 我们先看第十节 你们所有的男子 都要受割离 这就是我与你 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再次这个遵守 就是看守 就是你们要去看守好的 借着立一个外在的记号 一个具体的行动 作为一个你们身份的标记 来提醒你们 你们要看守好与我的约 那这个标记就是割离 所以十一章说 你们都要受割离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 无论是家里生的 是在你后裔之外 用银子从外人买的 生下来第八日 都要受割离 所以借着一个外在的记号 我们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 能够记住自己身份的特殊 我们是被神立为 要看守与他的约的守望者 我们的身上都有这个标记 那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里面 我们这个经节也非常的熟悉 割离 亚伯拉罕那时候的割离 它是一个在外在身体上的 你要说手术也好 就是一个实际做出来的 在肉体上的记号 但今天我们并不是在用 这种肉体上的记号来提醒我们 或者从这个来得到救赎 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保血 借着属灵的割离 也就是洗礼 来使我们记得我们身份的不同 那这个属灵的割离就是洗礼 也提醒我们 用我们的生活 要来看守与神之间的约 那如果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洗礼在今天 割离是属灵的割离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 加拉太书的 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二节 那我们现在没有要翻这个经节 我们只是要来看到说 这个守望神的约 的这个守望者的身份 借着亚伯拉罕 那也透过基督 来到今天我们这个属灵的 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借着这样子的方式 被神设立 要来守望与他之间的约 第二个神告诉亚伯拉罕 能够去具体的看守住 这个约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八章 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 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 从十八节来开始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 和他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秉公行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 都成就了 那这个遵守 下次我们看到遵守 很大的一部分那个遵守 都是看守 是同一个字 神拣选亚伯拉罕 为要叫他来借着他的家庭生活 他全家来看守神的道 那那个道是神的道路 也就是那个原本已经被封阻 人无法再去找到的通往生命术的道路 那条神的道路 现在借着拣选亚伯拉罕 借着亚伯拉罕生活 家庭生活的实践 使神的这条道路 能够被保存 能够被看守 今天我们也一样的 除了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透过洗礼来使我们提醒自己 我要来看守神的约 我们也要透过家庭生活的实践 来过一个跟世俗的道路 那个在创世纪第六章 那个世人全部败坏的道路 不一样的家庭生活 也不是说只有在家庭生活里面 我们才过这个神的道路的生活 然后在家庭以外 我们到学校到职场 又又过这个世人败坏的生活 不是 而是说透过在家庭里面的学习 的培育 让我们活出一个 跟那个败坏的道路 不一样的生活模式 我们就从我们内心里面 就不会去想 那些世人所喜爱的东西 我们从我们心里 就不会去学习 那些世人所讲的 那些淫词妄语细笑的话 或者是那些狂妄自高的话 我们从我们的心里 就认定 我们不会穿世人 穿的那些追逐潮流 或者去炫耀 去夸耀自己身体 多美多帅 或者是要用信 来吸引别人目光 的那一种穿着模式 我们也玩手机 但是我们玩手机 不是玩世人 所玩的那些 刺激的 挑动血气的 或者是使人上瘾的 我们用我们的手机 来查圣经 来分享福音 来 使我们 能够 比如说 安排我们的时间 手机 它其实是能够 作为 我们所驾驭的工具 作为 我们能够 使我们 在 活出 神的这条道路 奔跑 神的这条道路上的工具 而不是 让我们成为 被它拖走 拖进 那个世人败坏道路的 一个无底坑 那所以 今天 从我们的生活 神借着亚伯拉罕 让我们知道 我们被神设立作为 祂的道路的守望者 我们就要 在这个 事情上 来 尽忠 不要像亚当 一下子 很快的就失败 一下子 很快的就被魔鬼 所 引诱 欺骗 当我们 借着 一个家庭当中的团契 我们就不再孤单 我们就用 我们在家庭里面 互相分享 学习 就好像 亚伯拉罕 他也带领 以撒 在他 献祭 在他 与神交通的过程中 都让以撒 来陪伴 来学习 所以 亚伯拉罕的家庭 就成为一个 能够 看守 神的道 的家庭 所以 当我们看 创世纪的 26章的时候 他的 看守 得到了 神的肯定 我们来看 创世纪的 26章 3到5节 当亚伯拉罕 之后 来到了 伊撒的时代 神就对 伊撒说 第三节 你寄居在这地 我必与你同在 赐福给你 因为我要将 这些地 都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 我必坚定 我向你 赴亚伯拉罕 所起的事 我要加增 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心 那样多 又要将 这些地 都赐给你的后裔 并且地上的万国 都必因你的后裔 得福 第五节 都因 亚伯拉罕 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吩咐 和我的命令 律例 法度 那个遵守 就是看守 神 肯定了 亚伯拉罕 对他的约 对他的 这些吩咐 的看守 亚伯拉罕 有好好地 用他的生命 没有让一刻 放松 没有 失落一个 来看守住 与神的 这一切的约 所以 神肯定了 他的 看守 也将 这一个约 继续地 延续 到 亚伯拉罕 的后裔身上 接下来 神的这个 看守约 的 责任 或者职份 有继续地传 我们来看 出埃及记的十九章 出埃及记的十九章 第五节 出埃及记的十九章 第五节 如今 你们若实在 听从我的话 遵守 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 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 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 作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 你要告诉 以色列人 这段话是 神在 带领 以色列民 出埃及之后 神借着摩西 来宣告的 就说 如今 你们如果 实在 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这个遵守 就是看守 神同样地 吩咐以色列民 要来看守 他的约 那这个约 再一次的 在亚当 那时候失败了 传到了亚伯拉罕 被保存 来到了 以色列的时代 来到了 雅各 来到了 摩西的时代 神交付给 他的选民 要来看守 与他的约 借着 这个 被看守的约 神 要与人同在 神 要与 这个 他所拣选的 国 同在 那所以 到了那个时候 神要 人要怎么样 能够来看守 与神之间的 这个约呢 有更进一步的 神 使他的话 被写出 写成一个 成文的 文字 圣经里面 第一次开始 有写字 这件事情 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在 创世纪的时候 是没有写字的 神的话 神的约 就是 用人 跟人交通 就这样子 但是呢 到了 出埃及的时候 神很奇妙的 拣选 那个 在埃及 学了一切学问的 摩西 所以摩西会写字 所以在 出埃及记 的时候 神第一次 让摩西来写字 我们看 出埃及记的 二十四章 十七章 十七章的 第十四节 出埃及记 十七章 十四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 从天下 全然涂抹了 你要将这话 写在书上 做纪念 又念给约书亚听 第一次 神吩咐人 写东西 那这个 写的动作 不是为了要去 去抒发人 自己的情感 或者是去创作一个 发挥想象力 去创作 或者是 要来 立功立民立言的那种写作 神让人写作的目的 能够写字 能够认字的目的 其实是要来 写下 神的话 能够去保存 能够去看守神的话 并且去传递神的话 所以就要他去念给约书亚听 那之后我们就知道 后面神也要摩西去写下实戒 写下立位记 生命记等等 所以 到这个时候 神的约要怎么样来看守呢 就是借着 神的话被写下的 那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圣经 那我们来看 这个看守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圣经锁好 放在保险箱 这就看守不是 是要透过遵行 还有去保持他原来的内容 我们来看立位记22章 立位记22章的31节 立位记22章的31节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 我是耶和华 其实谨守诫命 在这个圣经里面 我们用那个关键字去查 就可以发现出现无数次 当然是数得出来 但是就是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谨守 不一定就直接谨守诫命四个字 他可能谨守遵行 或者是谨守什么什么 就是说对于诫命 我们要去谨守 那这个谨守就是看守 所以神不断的吩咐人 要去看守好这个诫命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看守好呢 就是透过遵行 所以整个圣经不断的告诉我们 神的话 它是要透过实际来行出来 它才能够是活的 它不是一个学问 让我们坐下来在那里研究化重点 然后把它整理成很大的一个研究的报告 它也不是一个规条 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 就只是去注意 这个字面上 我们有没有去做到 安息日要走几公里 超过几公里就不可以 不可以开火 这些字面上的东西 不是 而是我们要透过生活上 对这个神的诫命的了解 活出这个诫命的精神 那这个就是在看守神的话 另一个我们来看的是生命纪第四章 生命纪第四章 第二节 生命纪四章二节 如果从第一节开始看呢 以色列人啊 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 你们要听从遵行 就是要去看守 好叫你们存活 得以进入耶和华 你们列祖之神 所赐给你们的地 承受为业 所吩咐你们的话 你们不可加添 也不可删减 好叫你们遵守 就是去看守 我所吩咐你们的 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所以要怎么样去 看守好神的命令呢 就是不要去乱动它 它的内容 我们领受的是什么 我们当初所领受的那个真理 那个交付 一次交付给我们的真理是什么 就不要去加添 不要去删减 不要去扭曲 那这样才 扮演好了这一个守望者的责任 就是今天我们要去看守神的约 透过我们看守神的话 在生命纪第四章第九节 又告诉我们另一个要去看守的 怎么样去看守住神的约呢 就是透过 除了看守神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看守我们的心 生命纪四章九节 你只要谨慎 因情保守你的心灵 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 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 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这个保守你的心灵 就是看守好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心其实是 很容易变来变去的 就像这里说的 我们可能会因为忘记 我们就改变了 有些事情 有些恩典 我们在刚领受的那一阵子 甚至那几年 我们都还很可能很感动 每次讲到 或想起来我们就会流泪 那再过十年好了 可能我们就已经 讲起来就已经 好像是一套说法 就已经不再感动 可能细节也都会 可能还记得 但是已经没有那个感受 那再过十年 可能那个细节也忘记 那是很重大的恩典的时候 那更多的是 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的时时刻刻 有一个研究 就是说我们的记忆 我们其实在听这个道理的 当下过一个小时 我们就已经忘记一半 到明天我们只剩四分之一 那所以我们是非常容易 因为忘记而改变 而不再 记得 我们跟神之间的约是什么 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圣经里面的人 他年轻的时候不是很好吗 怎么好像过几年之后 他就开始改变 到老就变成 就是整个走终了 他变成一个让人很遗憾的晚年 比如说亚撒王 比如说大卫王 比如说 所罗门 他到最后是还有在醒悟 但是他在幼年那时候的单纯 到他中年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不一样 那这是我们不要以为那都是别人的事 其实那些都是我们人性的写照 所以今天我们要殷勤的去看守我们的心 免得忘记我们亲眼所看见的 我们亲身所领受的 免得这些事离开我们的心 那这是律法告诉他们的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律法都是在讲那些 就是外在很浅诚的东西 不是 耶稣来就说 他来没有要废掉律法 而是要让人真的明白律法的精神 那这边律法就已经告诉我们 要去殷勤看守我们的心 在看守神的话的同时 也要看守我们的心 使我们不至于变成像法利塞人那样 只看守住那个字面 而失去那个神所要的那颗敬畏感恩 谦卑的心 那所以呢 我们再来看撒末尔记下的22章 有谁是下一个很好的守望者 看守好神的话 看守好自己的心呢 我们看撒末尔记下22章24节 撒末尔记下22章24节 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就是大卫他送赞神的诗 他说我在神面前做完全人 我看守了我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当然这是一个时候啦 在写这个诗之前 大卫一直看守得很好 那后来他也是软弱了 他也失去了 就是他的看守也失败了 所以他犯了很严重的罪 但是在这之前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努力 在做好神交付给他的守望者的工作 他守望着与神的约 借着他看守自己的心 来远离罪 到了今天 我们更加需要这样子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守我们的心呢 请看铁撒罗尼加前书的第四章 铁撒罗尼加前书的第四章 三到六节 神的旨意 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隐形 要你们个人晓得 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 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这边的看守 当然是要看守住我们的心 看守住我们心 不要陷入那些私欲邪情 不要放纵 放纵不是说就是 整个很疯狂那才叫放纵 你顺着 顺着感觉走 顺其自然 这样就是放纵 除非我们攻克己身 如果没有攻克己身 你放着让他自然 那就叫做放纵了 不要让我们自己 顺其自然的 顺着私欲的邪情 让我们的心没有被看守 那具体来说 我们也要去守着自己的身体 如果我们只是很 就是只是讲一些很空泛的 我守着我的心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这个身体 是没有在看守的 那其实最后的结果 就是我们的心也会被夺走 具体来说是什么呢 就好像大卫 他到后来没有再看守住他的心 跟身体一样 在情欲的事情上 我们必须要分外谨慎地看守 比如说我们 不要 在这个后面我们继续看 第六节 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 欺负他的弟兄 因为这一类的事 主必报应 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 有窃窃嘱咐你们的 这保罗在讲的是什么事情呢 什么叫做月份 然后去欺负他的弟兄呢 跟保守自己身体有什么关系呢 这边讲的就是 如果我们没有 好好的来保守我们自己的身体 在真的结婚之前 已经跟其他的 比如说这边讲的是弟兄 你已经跟其他的异性 或是同性 你已经把你的手给他牵过了 你的身体已经给他抱过 我亲过了 以后你还嫁给这个弟兄 那你是不是欺负我们的这个弟兄呢 这个就是 这个圣洁尊贵守着自己身体 跟后面所讲 不要月份欺负弟兄的关系 我们必须 为了以后 我要把自己完整圣洁尊贵的来 献给我的配偶 所以我为这个准备 在我求学的过程 在我 还没结婚之前 我出了社会 我单身 我都持续地这样保守我的圣洁 从内心到我的身体 我全部都保守住 我不要轻易地把我的心 我的爱给任何一个人 那否则 我后来跟他分手 然后我又跟 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结婚 那我是不是欺负他 为什么我要把一个 曾经被别人碰过的 他为什么必须要领受这样子 而不是一个完美的 一个全新的 一个圣洁尊贵的配偶呢 那所以在我们 看守我们的 与神之间的约的时候 也要落实在这种 对身体 对心 对情欲 对爱情 的这种种的看守上面 这样我们才是 让基督真的做我们生命 每个层面的主 让我们真的是 在面对与神的约的时候 我们是无亏的 那我们最后来看 最后我们再看回 以赛亚书的21章 以赛亚书的21章 11到12节 论杜玛的末世 有人声从昔尔呼问我说 守望的阿夜里如何 守望的阿夜里如何 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 讲到以东 就是会把他解释做 他是血气 因为以东就是以嫂 以嫂因为情欲 所以就卖了自己 长子的名分 他是全然属世的 所以有人声 从以东的地方来问 如果我们是一个 活在以东 活在血气当中 活在属世的价值 属世的生活模式当中 我们还要问说 守望的阿夜里如何 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阿 夜里有什么呀 到底找这个光明 什么时候来呀 我们可以问阿 在12节就说 你要问你可以问阿 你可以回头再来 你问完了 你还会再来问 你会一直来问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 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 我们不再做 这个在以东的人 我们成为守望者 这个神设立在伊甸园里的守望者 守望好自己的与神的约 那我们就会活在光明中 活在耶稣基督的时刻里 那我们一起来唱诗 一百五十二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